人生 梦入路长 让那风霜 风霜流年少 红尘里 美梦有多少方向 朝迟迟梦幻的心爱 路随人茫茫 人生是梦的延长 梦里一夕 一夕有泪光 何冲何去 迷我心中方向 风悠悠在梦中心甘 路和人茫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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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地去听 慢慢地去听 他正在不远处 闭上你的眼睛 静静地听 听他的召唤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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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沉默的话 就一定会失陪 你要报仇的话 我们大家都可以帮你 如果你坚决要沉默的话 你一定会后悔 为什么要逼自己走路绝境 我这一生已经晚了 就在大婚的那一晚 就在静老师和魔宫门人 被金光残杀的那一晚 已经晚了 我希望能做的 就只有报仇 所有爱我的人 关心我的人 都会死去 我要的是一个真正恶魔的心 只有这样 我才可以报邪海深仇 而只有杀了你 才能走上绝情绝爱的魔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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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怎么会那么痛啊 不可能的 三娘的独门佛咒 阵痛疗伤最有效了 除非写这个佛的人出事了 走 走 三娘 佛咒 小心 怎么没人啊 三娘 三娘 你在哪里啊 好 小心 殷大侠 三娘在前面等你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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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虎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让口痛不痛 不算很痛 答应我 两件事 季爷 快要沉默了 你一定要阻止他 答应我 不可以以我致我 别忘了 我们这份感情 记住 永远不要今日磨刀 帮我把这把剑拔出来 能够知道你主的状元面 我这一辈子做梦都会笑 我下辈子还要做你的妻子 也要亲爱我 我这辈子 我做梦都会把他 想起来 以不得了 这只鹦 都是看不出来的 这只鹦 大狐子 小三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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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好好上路吧 不过你放心 你不会寂寞很久 我很快就来陪你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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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秦犯阴之间拿下 我要见你们宗主 原志祥 二十年后 你再次踏入玄新正宗大殿的感觉如何 没什么特别的 只是跟我心目中的玄新大殿有些不同 你心目中的玄新大殿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就像是你 也不该在我的玄新大殿出现一样 金光 到了今天你还不明白 玄新正宗不是你个人的 是整个正道人间的 要不是你自以为是 今天就不会搞到这波田地 这有什么不好的 殷月皇朝已经覆灭了 魔宫的门人几乎被我杀光 剩下的那些人都是无核之众 根本不足为患 只要再把你们这些亲犯全部捉拿干净 人世间就可以再过几百年的太平盛世了 本座敢说一句话 自玄新正宗创立以来 像我这样做出贡献的人 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 只可惜啊 这个司马三娘 是再也没有机会看到这个太平盛世的出现了 我今天来是要借玄新四将和五十门人重练两极剑 七夜无军成谋在即 明年元宵又将至 如果在这之前 将除魔一包两极剑炼成 或者还有希望 使得苍生 逃过天魔冲青煞的这个大解 我有玄新奥妙诀 还用得着炼两极剑吗 就算炼两极剑 也要由我来主持 你炼得成吗 你的废话我听够了 把它拿下来 金光 你身上的玄新奥妙诀不是你的 是红叶走火入魔炼出来的功力 是有缺陷的 你只有修心闭关 或许有机会复原过来 如果妄动内功 我只怕你把它拿下 你会和红叶一样 一样走火入魔 所以 要阻止七夜继续搓下去 唯一的方法 就是放下个人恩怨 互相合作 宗主 期待事态紧急 燕雀侠言之有理 请宗主批准我们同连两极剑 我说过了 不用两极剑 宗主 这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住去 够了 玄新奥妙诀是多么可怕的武功 宗主应该比谁都还要清楚 如果到现在还不面对现实的话 玄新正宗 并会成为人间的罪人 禁锅 别再那么举着了 要不是你一念之差 不让七夜和小县成亲 今天我们就不用怕天魔充七下 三娘也不会死 你已经做错了一次 没有机会让你错第二次 朱萱 朱萱 快把燕雀侠给杀了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朱萱 走 叶世侠 你明知道 你这次来玄新正宗 是不可能离开的 你干嘛还要来这里 因为 我答应过三娘 一定不让七夜 做成大错 而玄新正宗 是唯一 唯一的希望 朱萱 你还在等什么 朱萱 朱 三娘的心愿未了 我是不会死的 朱萱 把她杀了 快点 朱萱 朱萱 宗主 我决定跟燕赤霞炼两极剑 朱萱 你是不是疯了 要是我杀了燕赤霞 才是真的疯了 你们谁跟我一起去 青龙白虎学武 把这两个叛徒给我杀了 朱萱 我决定跟燕赤霞炼三极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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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光 我们还可以同一阵线 不要直迷不悟 本座因为有了你们这些门人 而感到真正的耻辱 我现在正考虑 是不是要把你们统统都杀光 金光 这样 就会增加你的杀孽 对了 我现在是不会杀他们的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对或错 根本分不清正邪 等明年过了天魔冲击煞以后 我一定会把他们全部处决 我要让他们死得明明白白 什么 Asturid 统众传实行 好 甘心政宗的众人 终于被鬼一个人扛了下来 虽然我现在很累 累得都不想动 但是 为了玄心正宗 为了天下的苍生 我一定要亲手把魔宫的人 统统都杀光 以此来证明 我是对的 宗师爷 我一直以来 对玄心正宗所做的一切 都是对的 我是对的 我绝对是对的 我永远都不会做错的 别喝了 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 还不快去把圣君找回来 苏鲁 殷月皇朝已经灭来了 你以后有什么希望吗 还能有什么希望 这些年 为了殷月皇朝费了不少心思 或许 我会找个没有人的地方 藏起来 报仇 不是你的希望吧 我能怎么样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若是单凭我们两个人的力量 就能杀掉金光那个狗贼 写进殷月皇朝众兄弟的在天之雷 我修罗 就算粉身碎骨化成灰烬 我也在所不惜 我也一样 就单凭我们两个人 对付得了金光的玄心奥妙绝吗 要是我们俩 再加上圣君呢 我的确没有找到圣君 可他却找到我了 他在哪 他就在你的身后 圣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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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罗 你还没有回答恶鬼的问题 怎么样 想不想报仇 圣君 你们两个都令本圣君很失望 修罗 你跟饿鬼都一样 我也以为可以一口答应圣君 但是 酒喝了一杯又一杯 我还是决定不了 修罗 你知道吗 报仇是需要付出的 当然 付出的代价就是跟我一样 变成真正的魔道 难道明年天末充气煞的时候 把人间变成真正的魔道 圣君 一定还有别的方法能报仇的 我们应该先去找燕翅侠商量一下 我杀了司马三娘 燕翅侠 他恨不得立即杀了我 他怎么可能帮我呢 在燕翅侠心里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正道重人 认为人是不可以自相残杀的 他想杀的 只有真正的魔王 圣君 一定还会有希望呢 只要我们想想 一定还会有希望呢 不要再谈希望了 报仇 本来就是件绝望的事 如果心存希望的话 那么复仇之火 就会越来越弱 到时啊 就会像我一样 圣君 一席殿的怨气 已经占据了你整个心 但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那么清醒过 除了心里还有一丝的牵过 不过很快 很快我就会完全自由了 在魔岛的前面等着你们 你们一定要随我去 不要回头 等着你们 把人间变成魔道 不正是我们魔宫四贤 一直逼着圣君所做的事吗 我真的很想随他而去 但是 但是我就真的很怕 我们魔宫四贤不是发过誓 不论生死 一定要一直追随在圣君左右 一定要一直追随在圣君左右 有 圣君 我们已经决定 永不离弃圣君 不论生死 也要尽随圣君左右 不论生死 也要尽随圣君左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 你们跑到哪里去了 我们都好担心啊 是啊 你们是七叶的中心臣仆 他为了决心决意一定会对你们不利 我想你们还是别去找他了 我们是带圣君来传话的 圣君说今天晚上便会来取小倩的性命 你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七叶已经不是以前的圣君 你们帮他等于害他 令他泥足深陷 你们应该很清楚 但是我们的刘虾圣君独自一个人吗 总而言之 你们今晚要小心 圣君为了绝情绝爱 是绝对不会放过小倩的 等等 你们真的希望七叶杀死小倩 我们不再有什么希望了 圣君说得对 刚开始决定报仇的时候 心里就不应该有什么希望 保重 无论如何 小倩绝对不能够死 师兄 你有什么看法 还是师妹做主好了 现在每个人的心都很乱 可能只有你最清醒 这时候 七叶一定在山庄外埋伏 逃走是不可能的 而师父今晚 是无论如何不能赶来跟我们会合的 我们只有靠自己了 眼前唯一能动手的 只有我一个人 那么七叶一到 我大有可能不敌战死 那么 那么与其我战死 不如小倩死吧 什么 你想着想去 就想出这么差的方法 这的确是个很差的方法 但也不是为一个办法 我跟师妹在山庄外布下阵法 假装全力保护小倩 等七叶要闯入山庄的时候 我就用入梦大法 把他带入梦境之中 让他在梦里把小倩给杀死 这样可能可以 如果七叶分不清梦境或是真实 他可能真会以为把小倩给杀了 这样就安全了 如果七叶哥哥真的以为我死了 他一样会成魔 到时候 谁都救不了他 这的确不是个好方法 但可以将伤亡减到最低 只要小倩不死 或许有一天 能够让七叶清醒过来 事不宜时 你们两个绝对不可以离开大厅半步 我跟师妹也到山庄外去布阵 对不起 为什么 娘死了之后 我不是不想见你 只是我心里很乱 你知不知道 况且你答应跟七叶成亲 你又没有做错 不过你一定没有想到 连七叶哥哥都不想见我 我常在想 如果我一直在他身边 他一定不会杀了三娘 小倩 七叶成魔的事 根本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七叶的事 还有我娘的死 这全部都是金光狗的鬼啊 小倩 我不想七叶成魔 我更不希望你有事 你明白吗 蔡辰 你知道吗 从我决定嫁给七叶哥哥开始 我就决定 无论如何 都要把你忘了 再尽力去爱上他 这虽然是自欺欺人 但是这是唯一一个 能减轻所有人痛苦的方法 我知道 我真的几乎要成功了 就只差七叶哥哥还没有感觉到 如果他感觉到了 我相信他一定不会成我 那你是不再爱我吗 对不起 我不敢再想这个问题 否则 七叶哥哥就太可怜 太孤单了 或者可以说 你比我坚强 不过事到如今 你有办法可以证明吗 一定还有办法的 你会想做的 变成了 прош了 延伞 我 你也会想做 ỷ子 有 我们 被人 会尽快赶来跟我们会合 他说最快也要明天才会到 那也是预料中的事 只有靠我这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看看能不能拖延时间了 天色不早了 你带小婧跟书生 赶快离开这里吧 我们不是要留下来对抗七叶吗 在我的计划中 根本没有提到你们 只要能让七叶入梦 绝望山庄有没有人 根本没有分别的 如果你不能带他入梦呢 你不是很危险 要是我失败了 你们留不留下来 我一样危险 说不定还要多赔上几条性命 走吧 书生如果不肯走 你就把他打晕 不行 他们两个可以先走 我跟你留下 我是师兄 你是师妹 你要听我的话 我不会走 师妹 小婧走了 什么 小婧走了 他一定去找七叶 快点追他 走 小婧 先走了 七叶哥哥 你快出来啊 我知道你正在附近 七叶哥哥 圣君知道你会去找他 这我们在这儿等你 你还有最后一个机会可以回头 带我去见他 你为什么要来宋死 因为我知道 妾哥哥不会杀我 我会 圣君 小倩始终是你的最爱 请圣君留小倩一命 圣君 你们都退下 圣君 滚 这是你我最后的机会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是否爱过我 你想干什么 我要找出个刘云他们去救小倩 你疯了吧 这可是背叛圣君呢 我不是在背叛圣君 我是在拯救他的灵魂 饿鬼 再晚就来不及了 背叛 今日拯救圣君的方法 这世道真是乱了 世道如今 我也该做个了断 或者 我会马上回来 我的烦人肉身 重返国故 立地成功 又过着 你立即杀了我 我知道我终将一死 但是我希望能死在你的手里 我不会杀你 也不会让你死的 死不能解决问题 七野哥哥 我们离开这里 去一个没有仇恨的地方 如果你真的爱我 你就答应我 好不好 在这之前 我真的好希望 你能亲口跟我说一句 我爱你 看你 你憋我 我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说 七爷哥哥 我求求你不要再逼我了 好不好 我逼你 你说我逼你 我也希望我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已经经历你 如果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把握住 不管是多少时间 我都会懂 但是 你们所有的人 包括你 都没有给我这次机会 你们逼我成果 我今天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们给我的 所以所有的人 都要死 包括你 七爷哥哥 对不起 小姐 从今以后 我不会再相信任何人 可怜的七爷哥哥 我是很可怜 可是 我现在不需要你来可怜我 七爷哥哥 我真的试着爱过你 是真的 是真是假 对我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对我来说 什么都不重要了 什么都不重要了 你 哈哈 哼哼哼哼哼哼 嘛 最阳 开开开无聊 开无聊 奇妙 验 就是 四terior 小倩 七姐 我杀了你 别过去 杀了小倩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我杀了小倩 我可以解脱 但是我的心好痛 痛得像火烧 我可以沉没了 七姐舍弃了人的肉身 我不会杀你 因为你听我冲七杀之后 你们会变成跟我们一样 你到底是什么 也是我七叶魔君葬日之事 你要去哪里 我去求百家灯火 我要求上天救我小倩 来不及了 小倩 已经死了 小倩 小倩还有救 有什么办法 解释欢仰 小倩刚死 她的元神一定还在四周飘荡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她的元神 然后放在狐妖的躯体里面 或许她还有救 要怎么找她的元神 那就靠你了 小倩的元神 还有她的记忆 你点燃我跟你的灵符 为小倩的元神引路 这日心里一直想着过去 和小倩的一切 叫着她的名字 如果能够感应到她的元神 必要在灵符 否则小倩的元神 一受日光所照 便会化成雾水 永远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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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孽었 订阅 f dale Sec 订欲 遇见你 需要运气 爱上你 却要多少勇气 小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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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了你 讨好这个天地 有什么值得了不起 我不顾一切 让世界听着 小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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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都快亮了 不知道书生会不会成功 这几天 身边有太多的人离开我们 如果老天有眼的话 奇迹一定会出现 小倩 小倩 可能只剩最后一个机会了 别那么快天亮好不好 有人说 我该放弃 要返回 小倩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失去爱的能力 在孤独里醉伤 小倩 从第一次难过镇森林 见到你开始 不顾一切 我知道你为我付出了很多 可是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我什么都不能做 我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叫你回来 小倩 不想拒旧是分离 也总算 留下了 小倩 你这哪儿 你管她的 小倩 你管她的 小倩 你这哪儿 小倩 小倩 孝亲的名神 小鲜 小鲜醒来了 小鲜醒来了 发生什么事 小鲜的目正在消失 我也差点出不来 要不是你精心策划一切 我齐也今天又怎么会成魔呢 动手吧 如果你真的杀了音乐太后 就能成魔的话 那你就动手吧 无论发生什么事 以后的世道会变成怎么样 我们这对朋友 是一生一世的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成为七世的朋友 不会吧 第一次遇到你已经添了那么多麻烦了 还要被你纠缠七生七世啊 七爷 你成不了魔的 回头吧 你受的苦已经搞多了 七爷 我已经走到这一步 你以为我可以回头吗 现在娘唯一能够补偿你的 就是把你带走 七爷 你就跟娘一起走吧 求求你跟娘一起走吧 虽然你们有七十姻缘的宿命 但是只要你真心爱我 那还是有机会的 但问题是 你根本不爱我 你说什么 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 对 我们的确都为对方尽了利 但努力归努力 事实归事实 你仍然不爱我 谢之我呢 接着小倩 我不知道何时会轮到你和我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